這邊等於等於之後的話呢也是一樣強制轉型為一個Button 然後也是把ID空一格 所以有時候偷懶的把這個 複製起來 在這邊貼上 然後這邊的話呢 點一下 一樣用點為什麼因為點確保說你的這個R裡面一定是有 點下去有的話絕對不會錯 建立事件的話還記得吧 B01對不對點什麼sets 寄一個setAll就可以了 setOn Click Listen 然後呢後面new一個 因為要在按鈕上面建一個 Listen掃描看看有沒有人 有沒有使用者點點他 所以在Button上面建一個什麼 On Click Listen 記得不要 選的時候選到那個On Click Listen就可以了 然後再點後面把它貼上 再一個小瓜糊移到後面 大瓜糊 然後呢在一個 移到後面在一個封號結束 這個時候的話呢就會出現什麼呢 新增未實作的方法點下去 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程式撰寫的地方 那程式撰寫我想前面有寫 有寫過類似的 那公司的部分的話呢 我是大概剛剛寫了一下 公司的部分我想還記得吧 就是 攝氏乘上9除以 5加上32 這公司好像前面有做過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怎麼樣呢 我建立一個 因為我必須怎麼樣呢 取得什麼呢 取得畫面上面的 這個值 T01裡面的值 那怎麼取得呢 取得的方式就用 GetTest Get嘛 對不對 然後set的話就是後面是set 一個是get 一個是set 那我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 先寫到這裡好了 請各位先寫 1 2 3的話呢 請各位自行先思考看看 等一下我們來解一下 那也非常簡單嘛 你就 先 宣告一個double 比如說double C好了 等於什麼呢 T01點一下 GetTest 不過後面記得要點 ToString 他幫我轉換成為 置串 然後呢 要強制轉型的 轉換成為一個double 丟給前面的 然後在計算公式之後 一個double F 然後再把它轉換為 置串 最後再寫出去 就完成了 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講得很清楚 你們聽得很模糊 等下再想 反正就先想想看 這個部分也是java 主要就是 取得資料 轉換行別 最後也是寫出去 OK吧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是標準化流程啦 反正將來寫App 大概就會是 這樣的線性的一個 寫作方式 那我會覺得這樣會比較 容易 記得 而且寫App會比較 快樂一些寫 當然你們也可以想一套 自己的邏輯 我會說 我會說 你